字幕 李宗盧 大家好 我是唐哥 終於我們試了這麼多台的CodeAX 試它的空間 試它的這個新小改款 然後終於我們試到了這一台 在紐伯林曾經拿下最快七人SUV的 CodeAX RS 其實這次的Codei RS 它不是只是強調運動 因為其實它還是很居家的 像我們現在把避震器設定在舒適模式 所以它基本上開起來感覺真的很舒服 甚至於我覺得比一般的Codei還舒服 為什麼 因為一般的Codei畢竟是一個設定的避震器 它必須兼顧性能跟舒適性 相對之下 當你有最新的DCC動態車身穩定系統 這個避震器就可以真的發揮它的功能 該舒服的就舒服 然後呢 引擎聲音也其實非常安靜 它搭配的圈胎是235 45 20 然後是Continental CSC5 但是你一點都不會覺得說 就是很硬的那種胎幣的感覺 還是有 你還是可以感覺到 我們壓過這個減速條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感覺到 有壓過去 像現在我們這樣壓過去 你還是屁股上有一點點的麻度 用Comfort開山路呢 其實你可以感覺到 它並不是支撐不住 只是說好像開在一個枕頭上面 或是棉被上那種感覺 蠻特別的喔 還真的是很舒服喔 那我們試試看Normal對不對 忽然間傳來了排氣聲喔 那這個呢 排氣聲是主動式的喔 就是它是有喇叭 那這個喇叭是放在車外喔 不是透過音響OK 它是有它自己的單體 你看我們現在輕鬆的開 然後它基本上 整部車是hold在那邊喔 真的它的DCC的控制喔 非常好 讓你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 這個車身是協調的喔 這個我覺得就是 這個工程師的調教喔 而且我覺得比一般的Codec 已經更有Control 它的動力系統 新世代的EA888 EVO 它的馬力245匹 我覺得它的這個動力 在Skoda這樣子的車型上 是夠的喔 而且踩起來 其實你真的不會覺得 它只有245匹 因為它搭配的這個 7速的DSG變速箱 其實開起來是非常非常靈敏的喔 Skoda其實大部分車型喔 在數據上其實沒有這麼亮眼 但是其實它就是 剛好在最好的性價比裡面 給你一部你想要的產品 那種感覺喔 講了這麼多 我們還是要試一下Sport吧 喔喔喔喔喔喔 可以感覺到喔 它的這個 變速箱連降兩檔喔 其實我有感受到 我們現在就是 有一點點小扭伯鈴喔 這種感覺就是 它的順暢度其實是很棒的喔 而且我覺得手感還不錯 雖然我感覺不到 那個輪胎到底在幹嘛 但是我可以感受到車身動態喔 那座椅的部分呢 非常貼身 但是我覺得 這個臀部支撐喔 可以再好一點 腰部支撐其實非常棒 235的Continental CSC5 在這車上其實是非常夠用喔 但是它急彎的時候 你還是會聽到輪胎 抱怨一下喔 好那我們現在感受幾個彎 長彎 喔不錯不錯 OK突然間忘了 這一次的RS 它是四乘四的喔 四輪傳動喔 所以你在出彎 或是說在彎裡面 可以踩油門過的那種感覺 跟一般前驅的那種 或是說以前驅為主的SUV 有點不一樣喔 它感覺你踩出去的時候呢 這一次的設定呢 已經不是所謂的前輪傳動 然後當然打滑才把動力 送到後面的感覺喔 你可以感覺到它的這個 阿滴力喔 雖然只有235的輪胎 但是你踩油門 它還是非常平順的 把力量輸到四個輪子喔 譬如說我今天 丟它近彎 它也是偷在我想要走的路線上喔 這一點就很棒啊 當然你會聽到輪胎叫一叫啊 但是 欸 而且它尾巴也沒有 它也沒有真的尾巴帶出來 但是呢 它就是Hold在那邊喔 那個感覺真的還 讓駕駛蠻有信心的喔 其實它雖然 做得很高 然後呢 重心感覺很高 但是你覺得 它的黏著度喔 這個輪胎的黏著度 其實還蠻大的 你看 它並沒有那種 把你拋出去的感覺 有沒有 而且我可以含著油門開喔 尤其在上坡 上坡為什麼可以踩油門 因為畢竟前輪傳動 重量車頭比較多一點點 抬頭的時候 重量會 多一點分配到後面喔 讓你有多一點的抓地力 這個變速箱也很兇悍喔 換檔大概6500轉 煞車也很夠用 煞車不是那種 你踩下去它就點頭喔 但是你踩下去 你會感覺到車子在減速喔 然後你再一重踩油門 馬上變速箱就kick down 然後你還可以感覺到它的kick down 畢竟這是 DSC變速箱喔 我一開始以為它會輸給kick down的all cross 因為畢竟呢 它們的這個等級幾乎一樣 但是呢開完之後 喔RS絕對是RS喔 它真的在這個駕駛樂趣 或說操控上的那個平衡 還有它動力的輸出 都是給你剛剛好 就是我覺得這樣就很夠用那種感覺喔 而且這種樂趣呢 真的就是Skoda講的 聰明的人就懂 試完車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Skoda RS 它的外觀跟內裝喔 車頭部分我們可以先看到 專屬的水箱護罩喔 因為你看喔 這個是黑化的漆面 而且是有金粉的喔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這個 RS的badge專屬的喔 那這部車呢 有選了黑色套件 所以除了水箱罩 當然還有這邊的造型 它的道後鏡 還有行李箱架跟窗框 都是黑化處理的喔 好車色的話 其實最顯眼的就是它的20寸鋁圈喔 配上它的空力的輪圈蓋 基本上呢他們標榜它又能夠散熱 又可以降低風阻 而且呢這輪圈蓋拆下來可以看到 紅色的卡鉗 這也是RS喔 前後都有 車尾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字 Skoda Cody RS跟4x4 全部都是黑化喔 看起來好像是Diffuser的 後保感 也是RS專屬喔 然後這邊有各一個排氣管出口 而且是真的 那藏在這個後保感這邊呢 還有一個聲浪模擬器喔 所以你聽到排氣管聲音 是從這邊來的 上面呢是一個黑化的尾翼 加上還有一個小小的鯊魚騎黑色天線喔 車內呢坐進來其實感覺還蠻特別的喔 一個是全新設計的方向盤 包括它的觸控旋鈕 中間呢還有RS的Batch 而且呢只有RS有紅色縫線喔 椅子的部分除了雙邊都是八項調整 而且呢加上了這邊 有Carbon的布紋 加上這邊是麒皮的菱格紋 其實這椅子整體的質感是非常高級的喔 這邊是軟的材質 然後這邊也是同樣的Carbon 但是非常漂亮 然後呢這邊又有麒皮 還有菱格線 雖然沒有紅色線條 但是呢搭上這邊其實層次感非常豐富 那它的動態控制系統呢 其實還可以有個人化的設定喔 這也是在七人做SUV裡面 唯一有這樣的選擇 後面座椅呢其實材質啊 還有坐感都不錯喔 而且這邊還可以看到有三區的恆溫空調 全景天窗呢搭上黑色頂縫 其實視野感覺還蠻不錯的 OK那今天呢試駕這台Codeac RS呢 其實讓桶哥非常驚艷喔 畢竟很久沒有開RS Model 而且這次是一台SUV 大家知道SUV代表就是運動休旅車喔 Sport Utility Vehicle Codeac RS 真的有把SUV這三個字母發揮出來喔 謝謝大家把影片看到最後 這表示你們喜歡桶哥拍的影片對不對 除了桶哥的YouTube以外 Facebook跟IG大家都要訂閱追蹤喔